奇瑞的艾瑞热8除了底盘的扎实感支撑性 紧致感稍微略差于大栋树腾 其余方面发动机变速箱都要完全好于大栋树腾 艾瑞热8的1.6T和2.0T涡轮价发动机 就是和瑞虎巴Pro Plus和瑞虎巴R是一款发动机 质量没有任何问题 这款发动机在星图上面也使用 自保百万公里加92号汽油就可以了 而且速入腾买速腾的钱可以买到20T的艾瑞热8了 390扭矩254的马力比麦腾的动力都要好 而速入腾1.5T发动机才250的扭矩160的马力 而且还需要加95号汽油对吧 艾瑞热8只需要加92吗 这就是停地之差 发动机绝对是耐用性 肯定是不如奇瑞的发动机耐用的 奇瑞的发动机更加品质耐用 油耗低声音小动力多 而且后劲非常多 而且艾瑞热8匹配七两的四四双离合 而速腾匹配甘四双离合 知道吗 甘四双离合绝对没有适适的好 大家这都知道啊 但是不得不说大众速腾的底盘调教 确实是要比艾瑞热8要更好一些 这是大众的强项嘛 但也不是说艾瑞热8的底盘就不好 只是相对比较而已 艾瑞热8的底盘形式质感要比日期质好太多了 总而言之 艾瑞热8就是降维打击 星亚比非常高的一款紧重机家用轿车 要配置啊 安全性啊 各方面都可以 撕那件绝对没有问题 这就是一部好车子嘛 那么四明年这些伙伴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去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给大家 拜拜